各位好 瓜子泡茶听iPhone的第五季 我们今天继续来聊的话题是 显示与亮度 估计这也是一期冷门的节目了 显示与亮度 我为什么要把它放进来 原因是因为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内容 但是很多时候在设置当中 很少会有顾客或者是有用户 真的把里面的内容一项一项的都整明白 举个例子来讲 抬起唤醒 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不太能够真正对应到 这是个啥功能 它在哪里的 到底是开了好还是不开了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趁这期节目去聊一聊 iPhone的设置里面显示与亮度这个话题 正好也是包含在iOS当中的 也是一直系统的升级在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分类 这不是我正好安装了第二视角 所以正好可以通过我手上的iPhone 来给大家进行简单的一个演示 首先我们可以进入到设置 然后找到设置当中 很明显的在通用的下面 你就能够看到显示与亮度的选项了 点进来之后第一部分你看到的是外观 它有深色和浅色两个选项 非常的明显 你可以通过去改变这两个勾勾 去改变iPhone的外观 但是这个设置 其实在你iPhone刚刚激活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是要问你了 你是喜欢深色还是喜欢浅色 基本上我个人的选择和我建议的是一样的 你就直接选自动就好了 自动在哪呢 下面这个开关 一旦你选择自动之后 它应该默认的会选择日出和日落时间 也就是说太阳在升起的时候是浅色 一旦你所在的地区日落了 那就会变成深色 这个也不管从节能 从护眼 保护睡眠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当然你点下面的选项 你也可以去选择自定义时间段 去选择你自己 希望你的手机什么时候进入到深色 什么时候进入到浅色 那我呢 在这个样机里面是关闭这个功能的 因为样机嘛 是给大家做演示用的 既然做演示嘛 那肯定是浅色看起来更清晰一些 所以我就把这个功能关掉了 那但是大家的主力机啊 还是建议各位能够打开这个功能的 那第二个 蚊子大小 蚊子大小呢 其实它默认的是放在下面这个滑杆的正中间的 那如果你想大一点呢 你就往大的这边去滑动 那如果你想小一点呢 你就可以往小的这边去滑动 但是呢 这里面的大小 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也就是说你即便放到最大 可能我见到的最严重的老花眼 它还是觉得小 所以系统很贴心的啊 当你把它调到最大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行字 叫做辅助功能设置中有更大字体可供选择 你可以把它这个字体啊 放到变态大 但是我也反复强调了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 如果你有老花眼啊 我是不太建议你在这里把它调到很大的 也就是说我能够接受的极限 就是你把它调到这里就好了 不要去辅助功能里再去调更大字体了 除非有更特殊的需求 因为在后面我一定会讲辅助功能的部分 在那里我们会讲一个缩放的功能 我觉得你还不如用那个会来的更好一点 因为一昧的去放大字体 其实你会损失一些iPhone上的文字的 首先你看我把这个 虽然我把字体放到最大了 但是它主屏幕图标仍然是小的 所以它的字体大小并不是iPhone全屏幕区域的字体大小 而只是在显示内容的时候 比如说短信啊 邮件啊 网页啊 这个时候才会变大 其他时候还是不会的 那缩放就没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一旦放的太大 有些设置当中的说明 明明能够显示在上面的 就显示不到上面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放大自己的需求 我个人比较建议 你就往场面调一到两档 这样或者这样 是我个人比较建议的 再不行这样到底了 不需要再到辅助功能里面了 除非有特殊的需求 那有人说 为什么我要把字体变小呢 其实如果你眼神足够好的话 把字体拉小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的 就是你在同一个屏幕当中 可以阅读更多的文字 那默认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眼睛是能看清小字体的话 你放到小字体 其实你的效率就会更高 所以如果眼神好的 你可以试一试放小字体 粗体文本默认是不开 我是打开的 我为什么打开 原因是因为给大家做演示的时候 拍屏幕比较清楚 大家能看得清 如果你关掉的话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是不是 我屏幕上的文字 在相机的镜头下面 就不如刚才那么清晰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功能的演示 如果您的眼睛 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 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我自己的主力机 我是不开了 只不过给大家做演示的机器 我把它开一开 亮度里面 这个很简单了 就是指的屏幕亮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一直聊到关于HDR 有些观众说 我的视频拍HDR没有必要 晚上太刺眼了 对吧 但你看iPhone 我能够把它降到多么暗的亮度 这么暗的亮度 你再怎么HDR 它也不太会刺眼的 起码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 你看我现在想把它调亮 我都找不到它在哪 那亮当然可以很亮的 所以这个显示于亮度 基本上大概率上 你是不用动它 如果你因为大概率上 它是可以自动的 根据环境的亮度 进行调整的 如果你真的想调 你也可以通过下拉控制中心 然后通过这里 去调你的屏幕亮度 也可以的 临时调也是这么调 不太会到设置里面去调的 那顺便讲一下控制中心 我们之前聊过的 然后触控也聊过的 这是早期的节目 聊了3D Touch 多点触控 短暗长暗 早期节目我们都聊过 但是可能有一半进来的观众 我们再补充一下 这个滑快你去长暗 它下面是可以获得三个高节的功能的 一个是深色模式的开关 刚才已经演示过了 一个是夜览的开关 一个是夜览的开关 屏幕变黄了吧 还有一个是原彩的开关 至于夜览跟原彩 我们之前都讲过的 那怎么办 再讲一遍吧 因为下面一个就是原彩了 什么叫原彩呢 下面这行小字写得非常清楚了 根据环境光条件 自动调整iPhone屏幕 在不同环境下保持色彩显示一致 原彩功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 我建议所有的用户都把它打开 它有一个最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让iPhone的屏幕显示效果 接近于书本的显示效果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屏幕跟书本的显示效果有什么不一样 书本没有光你是看不到的 而屏幕呢 它是自发光 那这就存在了两个非常大的差异 在色彩上面 如果是书本的话 书上面的页面和文字 呈现出什么样的色彩 完全取决于你给它什么样的光照 就是你是白灯泡 黄灯泡 红灯泡 什么灯泡 它就是什么颜色 那这种是我们人眼 比较能够自然的接受到的一种颜色 你开的明明是一个暖光 那么你看书的时候 书上也是暖光 这样的话呢 你的眼睛就比较不容易疲惫 但是对于这种屏幕 它是自发光的 它不依赖外界的光线 所以屏幕上显示的色彩 它到底是偏冷还是偏暖 完全取决于屏幕本身 跟外面的灯泡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晚上阅读 明明开的是一个阅读灯 往往是偏暖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屏幕呢 该啥样还是啥样 它并没有给你偏暖 这个时候你这个屏幕 就会有非常大的跳出感 就感觉它跟环境啊 是没办法融为一体的 你的眼睛就非常的累 但是如果你把原材打开了之后 iPhone就会根据你的灯光 是偏冷还是偏暖 然后来自动调整屏幕 达到类似于你看纸张的 这个书本的这种效果 那大家我不知道现在 我这个环境可不可以啊 因为我这个环境上面的灯 基本上都是标准的白光 但是呢 如果把它关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变化 你应该能够看到 它稍稍发蓝了一点的 因为我这个环境的 我打的这个光 其实是大概5000K左右吧 不是标准的这个5500K 那我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它马上有偏暖一些 如果我把这个 这个屏幕放到我 这个后面的小熊这里 小熊这是暖光吗 我放到小熊这里 给大家照个两秒钟 然后我再回来 你再看这个屏幕有多暖 是吧 然后我在 其实我不用关 我再等一会儿 你会发现它变 变冷了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可以给大家去演示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就是真正像 让你的手机屏幕 变成像读书一样 这个之前都讲过的 各位 所以我只是职业病 再讲一遍 那夜览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自动的定时 然后选择日出到日落 日落到日出 我个人是主力机上是这样用的 那么只要你所在的地区 它太阳落山了 你的屏幕就自动会调到这样 就是偏暖的效果 这样就是会减少防蓝光 大家都应该知道防蓝光眼镜 对吧 其实有了这个功能 你就不需要去用防蓝光眼镜了 我个人其实都是把调到较暖的区域的 晚上看起文字来也比较舒服 特别是你喜欢阅读的话 就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如果你喜欢看电影或打游戏 你把它调的太暖 那肯定会有一些色片出现的 喜欢阅读的话 我觉得你即便放到最右边都没事的 就是对眼睛有非常大的好处 对晚上的睡眠有非常大的好处 然后太阳出来了之后 它会自动关闭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设成自动就可以 是最常用的一种 当然你也可以以人而异去设置成其他的都行 所以刚才我们聊到的原材显示 夜缆 还有深浅色 都可以通过控制中心 这下面三个按钮 直接打开或者关闭 好 再往下就是自动锁定了 比如说我这个手机想作为演示用机的 我都把它放到永部 但这个会比较费电 所以说我为了还是折个钟 我就把它放到五分钟了 但是大部分主力机型都是放到30秒的 这个我相信大家默认都是30秒 对吧 这个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就是多长时间它的屏幕自动灭掉 但如果你是全面屏带原生感的 那其实它是会有注视感知功能 如果听到这不知道我说的是啥 往前翻一翻 我讲iPhone硬件的第二季的内容 有讲到非常详细 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接下来就是抬起唤醒了 什么叫抬起唤醒 它默认是打开的 也就是说当我把手机屏幕关掉 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下次再想用 我直接拿起来 这个屏幕就会变亮 我没有按任何的按钮 这就叫抬起唤醒 那如果你不想用这个功能 你把这抬起唤醒关掉 然后我再关到屏幕放到桌子上 我再把它拿起来 再拿 它也不会再亮了 那你一定要点一下屏幕才会亮 这个就叫抬起唤醒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功能的 我喜欢手机 比较积极的为我服务 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为我服务的心态 这个就是 我如果不想用你 我把你从桌子上拿起来干嘛 我拿起来就是要用你了 那你就别等着我去点屏幕了 自己亮起来 就这个意思 那么最后一个缩放显示 其实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如果说你眼睛需要看到文字大一点 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做的 并不是去调字体大小 而是要把这个默认调成更大字体 这个是全屏缩放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我主屏幕上的文字跟图标 是这样子的 那我一旦把它放到更大字体一点完成 它会重启一下 等它重启之后 你再去看 我整个屏幕的图标都变大了 文字也变大了 我想这还是很明显的 那这个就是全屏幕的放大 这个跟我之后讲辅助功能 要提到的缩放 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如果这个功能就能够解决 你觉得文字太小的问题 你尽量使用这个 缩放显示里面 更大字体的这个选项 而不要去单独的调字体大小 如果这个满足不了你 你再去调字体大小 我的一个工作当中的好习惯 演示完了 再尽快恢复 好 今天这一期就是用实操的方式 跟大家去聊了聊显示跟亮度这个话题 话说这还是第一次在做正式的 瓜子泡茶节目当中 我用拍手机屏幕的方式 为大家实操讲解 在第二季和第三季的时候 我有做过实操 但是那个是屏幕捕捉 你们看不到我的手在屏幕上是怎么做的 不需要多一个相机 只需要这种录屏就可以了 但是今天用的是 真的是我把我原来那台主摄 手泥的那个相机 放到我的胳膊旁边 就去拍这个手机的画面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最 个人觉得最好的一种 能够给大家演示的方式 以后讲电脑的时候 我可以用再次的用录屏 原因是因为电脑上有鼠标指针 你能看到我点的是哪里 但对于手机来讲 如果你不看到我手是怎么点的 你基本上不知道 你看一个屏幕上那么多的按钮 我说你有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职业病的关系了 有的时候我说 请你点什么什么什么 我已经点完了 我看到下面很多人还在找 你说那个东西在哪呢 按钮太多了 你不知道往哪去漂 但是如果你能看到 我的手指点的是哪 那就不一样了 当然咱不能跟官方的视频去比 官方视频人家有各种特效加上去 跟人家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还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希望能够对于真正有需求的观众 有所帮助吧 好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聊到这 感谢您的观看跟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